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说到纯正的越野车 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路虎或者奔驰大鸡 无论是名声还是实力 人家都是实打实的纯正豪华越野 但是价格却非常的贵 都是百万的身价 所以让很多人都渴望而不可及 有没有一款价格低一点呢 那当然是有的 自己拥出了一款国产的纯正豪华越野车 虽说是豪华 但是价格还不到奔驰G系列的领头 那就是北汽的BJ80 BJ80这款车的外表一眼看上去像极了奔驰打击 可以说把GG隔山和车票一换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一讲乱真了 从2013年就开始爆出叠照 之后客场传言掉走了大家的胃口 结果一直到2016年4月 也就是半年前 他才正式上市 推出了两款车型 手动挡和自动挡 我们这一台的是自动挡 比起手动挡贵1万 售价29.8万 除了变速箱不一样 他还多了定速巡航 倒车影像 主驾驶的作为记忆等等 发动机用的是自家的23T 配上了爱信6A变速箱 至目前北汽最棒的动力总成 轮胎采用了 轮胎采用了护博的Discover ATS 兼顾公路和跃研 它的各项通过性参数都很出色 出色到足以描调市面上大多数原厂招台的远车 BG80装备一套很传统的分时四驱系统 因为没有中央差速器 公路上只能使用两驱模式 挂上四驱两驱后 前后桥尾应远间 虽然各项数据好像的确是配得上豪华二字 但是毕竟还是一辆 名其不怎么响亮的国产车 以上是一旧二三十万的价格 的确让很多消费者招架不住啊 而且无论是技术还是品牌 二三十万可以买个相对比较好的合资车了 况且该车还经常被反映 有大大小小的问题所在 所以销料上面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奇色了 国产车要想站稳国内市场 那就得技术过硬才行 还记得未来的流程 同点 我们下位的流程 本来的流程 就请不吝点赞 稿是第一封 做疯 这么 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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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